而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故事带您看的是讲到江苏名菜狮子头 台湾做狮子头的店家是相当的多 但是呢台制的狮子头要红到北京 那就真的得要有真功夫了 这位狮子头的高手竟然是早餐店的老板娘 有一次老板娘做狮子头送朋友因为太好吃了 竟然呢被拱出来卖 结果就这么一泡而红成了早餐店的明星商品 现在呢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位狮子头达人 或许你会觉得他蛮眼熟的 因为呢他过去还曾经活跃在荧光幕前呢 这个蛋饼啊就是皮啊都什么都自己做的 所以这五个蛋饼好了 你看看它这么浓哦 它这个有的人要吃这个上面的这个皮 它很内行啦 我的那员工三点钟就开始要磨了 早上这个锅大概都要卖到将近十锅 一边煎蛋饼一边又张罗豆浆 还要忙着招呼客人 亲切口吻像极了林家妈妈的菲菲姐 领着这间早餐店二十年 可是揭开了无数男女老少的晨光续曲 我来这边都每天都要喝 每天都要吃每天啊 它的豆浆哦 就算微糖的还是有加糖的哦 吃下去我们的口感后面都不会酸酸的 菲菲姐用焦柜来形容它的豆浆 因为她说制作过程一点脏都碰不得 而香醇浓郁就来自下重本 用有机黄豆来做豆浆 另外情势独创的姜豆烧饼 酸中带辣 还拌着肉末酸香的姜豆 当成烧饼馅料 保证在其他店吃不到 自制厚饼皮 又煎得酥脆的蛋饼 扎实有料 总会让人一再上门 一般蛋饼的皮比较薄 它的皮比较厚 然后它的蛋感觉也比较多 就是整片都有用到蛋这样 小龙包的肉馅很多 然后皮还蛮厚的 你喜欢皮厚的皮 对啊 就腰起来比较有咬劲这样 我的客人很奇怪 我都觉得很好笑 他们每天都吃 然后就好像 我觉得怎么会吃不腻啊 每天吃 那偶尔有一天 我要去休息 他就在门口在排回 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啊 他在排回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觉得很好笑 这种场景很好笑 圆滚滚的身材与生俱来 俐落身手 后天养成 20年前离开演艺圈 刚好自己有间店面 就做起早餐生意 为了成本 也为了品质保证 店里琳瑯满目20种产品 全都自己做 就因为有了油锅 意外又发展出 狮子头生意 只要是朋友是 有吃过我们这个 永远都忘不了 这口味怎么那么特别 我也不知道 他们都说好特别 每天现做炸得发烫 吃得到松软饺肉 还有爽脆的碧琪 别看这小颗丸子 它让菲菲姐的人气 从台北街头的小店 红到中国大陆 老板 刚刚已经搅两份过去了是吧 对 好那再搅一份 制作狮子头最关键的角肉 一定要选用新鲜的温体猪肉 再对上自己调出的肥瘦比例 由于菜市场就在早餐店旁边 只要一有空 菲菲姐就会来到肉摊前 看老板哈拉 但其实是要来突击检查 50斤的话 我觉得是30斤瘦的 将近差不多15斤肥的 但是肥的也都是最好的 你看这个肉很漂亮 这个肉很漂亮 去外面 不是随便买的 他都会来监督我们的 买很久也会是 有时也会来监督一下 我们给他做工剪掉 狮子头起源于江苏扬州 趁着隋阳帝在赏葵花之际 当地人就用碎肉做成 一大朵像葵花的汤菜 因此取名葵花馅肉 这已经是1200多年前的事 到了唐朝 郑国大将军吃上瘾 因为他总是待面狮子旗 所以菜名就改成狮子头 我们那种传统的家乡口味 你知道我们江苏人好像最会做这个 那刀子一拍它就会碎掉 那水就流失了 那你用这样子搓它 它不会碎掉 它能出来也是一小截一小截这样子 很多人不喜欢吃狮子头 因为咸它全部都是肉 因此菲菲姐费工地加进碧琪增加口感 光是一天就要卖掉100斤的量 口味能够做到江苏老乡都能认同 也在与粉料比例 把胡椒 糖 酱油 蛋 麻油 还有姜和绞肉一起搅拌均匀 然后才加进葱花和碧琪 接下来就是整形下锅油炸 因为厨房小 就在早餐店外做起这些美味 因为它很新鲜 它的肉都会结成一坨一坨的 不会散开 我说狮子头永远没有散开过 本身自己就是江苏人 谈起这一道既是小菜 也可以变大菜的千年料理 菲菲姐超有自信 她说狮子头在油锅里 不行待太久 以免二次料理时 肉质会过老 汤汁也会流失 今天的味道怎样 你们拍过味道更棒 这个好吃啊 好吃料又实在啊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反正我煮那个白菜 滷白菜啦 或者是蒸的 或者我们孙子带便当 什么都很方便 原本只是要做来送给朋友吃 没想到路人经过 你一颗我一颗的肠 就这样吃上瘾 因各方要求 于是做来卖 一卖不得了了 夯到北京去 平常的话 大概将近差不多一百斤啦 那过年的时候 一天要 这个锅要三锅两锅炸 大概都要差不多三四百斤 一天 半夜两点多就开始炸 炸到差不多下午四五点钟 来不及也要 都要先订 过年你不订买不到 那个量 我讲真的 自己都觉得有点恐怖 怎么这么多人吃啊 所以说很多人 叫我去北京开店啊 我就已经没有那么大 雄心壮志 开个早餐店 却意外蹦出狮子头 这个火花 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其实 如果不是二十年前 电视节目被停掉 他还是会执着在 他最爱的歌唱上 不好意思啊 菲菲姐加油 谢谢 现在叫我唱歌 为了我的狮子头唱 唱一个 黄色的玫瑰花 以前我在 在一束黄色的玫瑰花 只给你代表 我相忘了你 如果 这个卡掉 怎么唱啊 唱歌兼演戏 也有二十年时间 曾经演出当红综艺100 还有神仙老虎狗综艺节目 但始终只是为仇角 所以现在穿梭在店里 已经极少人知道 他曾经活跃在荧光幕 A绝对不是啦 BCD吧 我如果去算名我去算命 人家看到 我说一定要先写名字给他 他说看到这个名字 就知道你是胳膊 看到名字就知道 刚开始做得比较辛苦 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怕人家看 然后那边路走过来到现在就很释怀 很OK的 那个郑静一 他还特别骑个摩托车来这边看 他说人家跟我说情妃妃在这里 他说我都不太相信 我特别来坐 我来看人生就是 每个阶段每个阶段 有不同的路在走 煎蛋 来 一个豆浆大杯小杯 一定是十几年了 不会腻 好吃脆 我觉得他能释怀说 当演员 也能说做早餐他都能释怀 我们也觉得说很甘心 当年舞台上没有发光发热 倒是做了餐饮名气大响 掏客比粉丝还要多 迟来的掌声让秦妃妃惊喜 也更坚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刚刚我们品尝过了狮子头的美味 接着我们要拜访莲雾的盛产地 在高雄的六龟 这里呢出产了这一种 比巴掌还要大的巴掌莲雾 也比传统的莲雾还要甜脆 那么一公斤的拍卖价呢 高达了600块钱 当初引进巴掌莲雾的果农 陈继光原本从事营造业 40岁才返乡种起了莲雾 不过呢他勇于尝试成功的栽种了好几款 夏天采收的莲雾 尽管巴掌风灾摧毁他的莲雾源 但是陈继光并没有放弃 目前他的果园里采收的 就是风灾后的第一批大丰收 这个叫做巴掌莲雾比一个巴掌还要大 尺寸是传统莲雾的一倍 甜度也高出三度 A级品单力最少300公克 在台北拍卖市场曾经派出一公斤600元的高价 丹继光是高雄六威地区第一个种巴掌莲雾的果农 今年则是巴巴风灾后第一次的大丰收 像这个熟度就够了 你这个就可以采收了 地头是不是很饱满 巴掌大的莲雾鲜亮饱满 陈继光开心地笑了 风灾后连续几年都没有收成 巴掌的果树倒了 损失上百万 想哭都没有眼泪 最惨的就是巴巴风灾以后 接下去一个那个环纳比太风 我这片莲雾看得到 你看这个都是刚种下去的莲雾 其中都巴巴风灾后有得再蒸 几乎八成都倒了 那时候真的是从天长掉到地 一下子心都凉得半截 用钢架勉强撑起的果树 没让陈继光失望 重生后结果累累 曾经是莫拉克种灾区的六龟香 因着果园的燕红鲜绿 展露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再度品尝收获的甜蜜滋味 夫妻俩一边采收一边忙着出货 太太还得戴上N95口罩才能工作 为了要比较好 这个要抓虚子 身体不好 对对 经验老道的陈太太用手电电 就知道莲屋的重量 这差不多两百 两百八 那这有三百吗 差不多 没有啊 原本在大城市生活 只需要在家里带小孩的她 现在跟着先生种莲屋 大热天还得在公寮里包装 一开始陈太太还真的有点不适应 先生做链沫我们就跟他做会做 当然是不要做得比较好 你真的太辛苦了 嗯 我通常会哭吧 我会哭啦 我会抱怨而已 会抱怨啊 他那是很抱怨 啊 他要抱怨 死眼色 哈哈哈哈 临死眼色 对 在那眼色 哈哈 讲那是不好看的眼色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不值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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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不值得啊 毕竟这个是家里的农地 家里的地嘛 你不回来做的话 可能不值得 我们就想说 要不要赶那些年轻 冬州市回来想说 赶那些年轻 可能还有几十个人的车名 回来拨看看 十多年前 在高雄做营造业 收入幽默的陈继光 突然决定辞掉工作 回六龟老家 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岁 竟然还有这种冲动 陈继光说 他初中毕业就离家工作 实在很想回家 跟着老爸种田 他看到六龟很多人种莲雾 于是说服老爸 把稻田改成莲雾园 想得很简单 真正坐下去才发现 自己太天真了 落差有时 蛮大的 刚回来的话 几乎三餐不计 慢慢走 自己坐的话 自己摸手 那时候会想要再回头吗 曾经有那个念头 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头 毕竟我们一脚踏进来的话 做的事情 不对也要不下去 对也好 反正一头栽进来了 经过四年的苦心摸索 陈继光的莲雾才开始收成 由于传统莲雾 多半在10到12月份采收 陈继光心想 如果夏天也可以种莲雾 那就太棒了 于是他从泰国引进 长得像风铃形状的紫密莲雾 利用枝叶的修剪 为莲雾搭起叶子养散 果然很有防晒效果 传统莲雾采完紫密莲雾接着登场 一直可以采到5月份 但是这样还不够 陈继光又挑战印尼品种 需要日照充足的巴掌莲雾 希望能在6月份接棒收成 我是比较不怕死的 只是往前冲 有一个新的品种出来 我就只尝试 你种这么多 你很朋友也确定说 种那么多 他曾经有过 他说我年纪一大半了 种那么多干什么 我说啊 我观念是不一样 我说我们今天再去做 多少还做 巴掌莲雾是三种莲雾当中 最甜最脆的果王 但是size太大 想维持完美外形必须要舍 一包只能长三颗 舍了才有甜美滋味 就像沉继光的人生 舍掉城市生活 回到家乡耕耘故土 经历苦难 挺过绝望 终能收获完全属于自己的 丰盛成就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巴掌莲雾 现在呢 还是荔枝盛产的季节 而其中呢 荔枝界的极品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种红绿相间的玉荷包 现在呢 玉荷包都已经挂满枝头了 整片山林 就像是围了件红宝石披荆一样 相当的美丽 今年的特级品 一粒玉荷包要24块钱 不过你看到呢 不仅是这个皮薄 果肉厚 而且甜度高 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而且呢 就连日本新加坡都抢着药 目前全台湾 八成五产量的玉荷包 都来自于高雄的大树区 每年的产值高达了20亿 让果农成为百万富翁 而家家户户都种玉荷包的大心理 甚至呢还有贵妃村的美名 红中透绿 饱满圆润的玉荷包 沉甸甸地高挂在枝头 每一颗结石累累 就像是走进红宝石世界 有着水果皇后称号的玉荷包 每年五月上旬到六月中 正式采收期 清晨五点走进森林 嬉笑声 柴果声 不绝于耳 说是丰收 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随手一摘 就是一串串诱人的果实 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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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一碗了 有 哪里好吃啊 不知多 爆浆 是爆浆玉荷包 果园里边吃边采 既过瘾又解馋 这里就是明文全台的 玉荷包产地 高雄大树区 把握着仅仅只有十天的 黄金采收期 农人们快速地将眼前的 红宝石采收下来 艳阳下胆子大 伸手脚尖的壮汉 则像只猴子般爬上了树 镰高东一砍西一辉 一大挂的玉荷包 又立刻从天而降 好 这我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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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田鱼如果吃的 最高二十度 刚刚断到时就是 这个时候最好吃 来 喂 华上 荔枝刀 荔枝原产地在中国岭南 杨贵妃吃了它开怀大笑 因此又被称作妃子笑 台湾有三个品种 其中最早熟的一款 果肉晶莹剔透 像是白玉 果形又像是小姐的荷包袋 子又特别小 因此就被叫做玉荷包 它的丰美程度 可以说是荔枝界的极品 绿坊都没关系 你要看它的差不多有 六七分的红度 而且它的荔枝颗粒要饱满 皮要饱 里面的那个纸要小 吃起来滋又多 最好的口感是吃起来脆脆的 那是最紧急的那个玉荷包袱 十几年前政府大力推广 这项高经济作物时 因为一年一收 竹果率又低 没人敢中 大树区21产销班班长 尤惠璋 硬着头皮跟着政策走 结果前四年产赔 快要放弃时 减掉部分花碎的荔枝树 结果率竟然大大增加 游班长才信心大增时 八八风灾又冲掉它大面积农地 感叹老天爷无情的同时 他想到它还有的 于是更用心在培育技术上 为什么要撒水 撒水就是保鲜啊 保鲜 可是人家以为你要增加重量 不啦 这你没有保鲜 要不然就闭目了 会干裂的 会搭壳 卖相不好 玉荷包之所以娇贵 也在于它的美丽 只阵放两天 红黄绿香间的外皮 随着时间流逝会渐渐变黑 当色泽不再鲜艳 果肉流汤 鲜度就大打折扣 因此处理离枝后的玉荷包 就得和时间赛跑 分级 包装 送货 一刻都耽误不得 这些是都很漂亮 我们的压力就是 像这个比较厚的 这个就比较健康 今年特级品的玉荷包 一粒就要24块 皮薄 死小 果肉厚实 却相当细致 一拨开完全不黏手 甜蜜风味全锁在白肉里 台湾人爱不释手 就连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都抢订单 创造出好几个亿的产值 大佛并下的大树区 因此大赚贵妃财 全盛时期果农堪称都是 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是 大家在讲这样是说 几年前之前还不错 不过现在变质越重越多 一定会影响高价格 这些产值变财 今年差不多 日本大树20亿差不多 大树区的土壤富含美汉甲 有利于玉荷包生长 每年3000吨产量占全台8成5的市场 其中新田里500多个农货 几乎都在伺候这位贵妇 在我们新田里里面 它所有你现在走到的 成本就是都在这里 所以这些大树区的总变机 最少要有一个 都在新田里 这已经是你第几车了 第... 第四车吗 第四车 今天一共要几车才够 六车 六车有多少斤啊 差不多3000多 3000多斤 大丰收耶 没用啊 为什么 陪你啊 玉荷包爆红 结果一窝蜂抢中 造成价格下滑 见情势不对 油班长尽管顶着开路先锋的光环 也不得不踩刹车 将四甲田缩减到两甲 走向金根制 于是果叔获得两倍心力照顾 品质变得更好 每年都以客户先下单才计划性生产 所以油会章的玉荷包不会过剩 每年也为他赚进三四百万收入 不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于是他又另辟战场 悄悄地培育起金瓶等级的芭乐 准备再造果王中的LV 要大家拭目以待 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听海音说故事 在台中大雪山的入口处 有一座云海民宿 房客可以一边欣赏云海 一边喝咖啡 或者是睡觉甚至洗澡 感觉你看到这个景致 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 民宿的女主人是吴妈妈 当初就是为了要逃离丧夫之痛 才会隐居到深山 结果呢这美丽的云海小屋 被登山客发现了 吴妈妈的云海桃花园 就此流传开来 最后在大批山游的要求之下 吴妈妈把房子装修成民宿 而她在外地工作的一对儿女 也陆续返乡帮忙 现在呢就跟着 一千零一个故事的镜头 带您欣赏这一千一百公尺的 泼墨山水的景致 大雨过后 云雾悠悠缓缓缓地腾起 虚无飘渺了群山 一幅泼墨山水 在海拔一千一百公尺的山棱县 拖洒渲染 心还醉在飞烟墨色之间 山栏忽然飘进庭月 迷蒙了视线 一盏盏晕黄的灯 在雾中亮起 欢迎旅人风雨来 屋子的主人是吴妈妈 她在大雪山的入口 搭建一座云海民宿 一百分 很惊喜 很漂亮 然而故事的开始 吴妈妈根本没有打算盖民宿 十七年前 她从高雄一路逃到中部大雪山 是为了逃离丧夫之痛 吴爸爸走得突然 吴妈妈一心想跟着先生走 她独自跑到吴爸爸生前最喜欢的大雪山 平调至爱 看着那仙境般的云海 她混乱的心 第一次有了宁静 于是她在那个看得到云海的地方 买了一块地 想就此隐居疗伤 这好像就是她带我过来的 我就现在这样想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住中 就是活不下去也不知道怎么生吼 就傻傻地这样 就是有这一块地就 让我有这个缘分 原本在高雄五星饭店工作的儿子俊龙 放不下母亲无居深山 干脆辞掉工作 跟着上山生活 爸爸走了之后 他就空了 空的反而是比现在更担心了 因为我们要工作 不可能24小时看着妈妈 妈妈包括上厕所都很担心 他锁在里面几分钟没出来 就叫一下 有没有回应 是不是里面想不开 晕倒了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完全是空掉的 这样反而好 但是比较不舍是年纪也大 在层叠的云 宽阔的天 建立第二个家 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包括接水源 我两个这样傻傻 扭水 就看到水什么都不怕 就除了 没有顺便 不是说会怕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看到水一直摆 回来就叫我们这里的原住民 去跟我们盗盖水说 记得跟我们说 哦 你两个母亲 很高大 他说这蜘蛮有参丁 什么都有 为了止住追星的思念 吴妈妈疯狂地种树种花 搬石头做井冠 把地整得仿佛空中花园 吴妈妈这全部都是你自己弄的布道 自己整理的 对啊 就像这样走 看它干掉的 我就要修剪下来 这柱子都在做 是啊 这个石头都自己布道 对啊 这个石头 然后我们这样走 放下来的 我们就把它捞回来 就算是可以穿路 还可以带圆域 这样 路也做才会的工作 自己拌这样做头啊 对啊 我都让做头 等着 枯架整头都这样 好 就一直做 做到后面 这样 日子就是这样过 没时间难过 对对对 忘记了 就努力一直工作 是啊 忽然一天 有登山客 误闯吴家母子的 云海桃花园 深深震撼 当下要求借住一晚 从此 吴妈妈的云海小屋 就在山友间传开 越来越多的登山者 慕名来访 空间不够住了 吴妈妈才兴起 扩建做民宿的念头 这时 在国外学艺术设计的 女儿清荣 也决定回到台湾 和弟弟一起帮妈妈圆梦 她发挥常才 设计出意想不到 会在一千多公尺 山林间出现的 美丽房间 这边的设计很中西合璧 我的喜欢的东西 都是结合我的生活经验 那这个设计 大概是配合它的竹林 那样子的感觉 这个整个大片玻璃推开 对啊 我很想要 就是很希望 又可以让大家很清净森林 所以这边 等于是一个延伸出来的台子 但是建筑的时候 应该也很难盖 对啊 因为这个台子 包括这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的山上 没有几乎一块平整的地 所以钢筋啊 这些支撑的这些骨架 全部都要人手搬运进来 我们要三个大汉 去扛一个那种H型钢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 有很多的工程难度 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看起来浪漫 其实背后还蛮 蛮多辛苦的 蛮有些小辛酸 对啊 为了不过分破坏自然环境 民宿的房间数不多 每间各具风格 唯一的共同装潢 就是流转着云海的大片玻璃 而在云端上飘飘入狱 应该算是最奢侈的享受吧 只是要看云海 需要三分之一的运气 客人会一来就说 云海咧 客人就是不高兴嘛 然后他就会在 网路上面留言 就是说我们一定是 用合成照片去骗人啊 什么样 我就帮我起来记录这样 所以大概一整年 每天清早啊 清晨到傍晚到夜间 就会再记录 只要当天有出现云海 我就记录起来 一年365天里面 有高达大概150几天 是有云海的 所以其实 在整个记录里面来讲 它算是三分之一强 眼前看似波云渐日的平顺日子 其实是经历多次大自然的考验 才正来的安稳 民宿的经营刚上轨道 先来了921大地震 一年半没人上山 好不容易房客回笼 几年后又遭遇七二水灾 大雪山整整封山两年 吴妈妈只好资遣所有的员工 对我们来说一个打击很大 我们投入的钱也都没有了 我们也是要努力去爬起来 不要被打倒了 就是遇到困难嘛 自己要更健康 努力更辛苦 我们就没有人 我们就打人 都自己做人 好不然来浸水了 浸水了 浸水了 好 我给你去做 山顶要努力 山顶要努力 所以 就自己比较辛苦 我们自己来做 老天给我一个好好的身体 我就要给他来做些事情 比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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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妈妈忙归忙 她那颗一度被掏空的心 却因着山居岁月的美好 以及子女们围绕身边的甜蜜 再度的被爱与感动隐瞒 妈妈这是有毛的 有毛的会痒 妈妈说她蛮怕虫的 她以前连馋都不敢碰 然后觉得还是整天在那边弄 整天在那边弄这样子 对啊 然后上次眼睛还被叮到 叮到都肿起来 总想统一变红红到还继续在那 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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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吴家在父亲宙事后 曾绝望地以为山穷水尽 走到幸福的尽头 但是一家人没有分散 反而更相爱更珍惜彼此 甚至移民大雪山坐看云海 终究看出全新的人生风景 台湾的义工团体很多 其中宝岛义工团是个很特别的组织 他们专门帮若是家庭免费盖房子 而且只要三天就可以完成 效率之高让人惊讶 而当初会成立这个义工团 主要是因为921的时候 大家想要帮灾民做点事情 这里头有医生老师老板跟上班族 大家的本业都不是做建筑的 却齐心合力能够完成一栋栋的房子 12年下来他们一共盖了300间左右 这一次要到屏东的方僚山上 帮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盖客服教室 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看看他们怎么在三天内完成一栋房子 山海交织成绝眉景色 屏东春日乡排湾族士文部落 海拔虽然只有400公尺 却隐身在层弯碟脆 五看坊辽和台湾海峡 以示独立在春宵城市之上 这个是河马这个是什么 七七六上五一公老师再度上山 替部落小朋友做客服 今天上的是画图学英语 你在画什么 我在画的是狮子 琴琳你在干嘛 你画什么 狮子喔 哇 哇 你好会画 陈水等是屏东县海山社区 发展协会理事长 家住山下的访寮 专职社工 在访寮国中当义务辅导老师 三天两头就往山上跑 他说山上的孩子 几乎是被遗忘的一群 他很多啊 跟我们房屋就差很多了 不要跟城市比 部落里的年轻父母 几乎都往山下打工 村里大部分剩下的是 阿公阿嬷和孙子 隔代教养非常普遍 孩子下课后 无处可去 只能放牛吃草 你没有看到那棟建筑物 就是他们很无聊 把他们破坏掉 很多的玻璃啊 很多东西都没事 就拿石头乱丢 还有这边啊 很多玻璃都被打破 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 曾经受过教会宣教士的帮助 陈水梗对社区的弱势孩子 特别关注 几年前发现了山上 四十多个放山鸡 太过野放 他开始往山上跑 做客后舞蹈 希望替孩子们 带来更多色彩 替未来涂上更多可能 不过部落里缺乏场地 唯一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 就是这个大雨棚 下雨天时只能雨声 读书声比大声 我这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教室啊 我不用为了找教室 那么辛苦 好 来 立起来 我们就用 不顿一下 对了 对了 对 立起来 后面点 来 一 二 三 后面抬高 陈老师长久以来的心愿 有一群人听到了 五月中旬的周末 宝岛义工团的六十个志工 带着全套设备和满满的热情 从全台湾聚集春日山上 超级任务 是替部落盖客服教室 轻轻的 轻轻的 好 来 那个从第三支 那个下面是门 从第三支开始 第三支开始 直向的柱子 光是要立起来 就不是简单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悬吊机具 全靠一群猛男使劲吃奶力气 然后固定横向支架 搬上桥位 锁子焊接 全都是专门工夫 来 一 二 三 沿路先上 往那边拉 慢慢来 站稳 站稳 先跨上去 先跨上去 空中超级紧张 地面上也没闲着 预测管线要同步作业 才不会阻碍施工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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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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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指挥全场的是这次的专案负责人 游瑞峰 专业架势十足 不过本业是液晶面板包装业老板 以前跟大家一樣 對蓋房子一竅不通 進了寶島義工團從做中學 沒幾年已經出塞最塞湖 最困難的是那個藤架 鋼梁 因為它很重 那寶島義工團是從來不用 那個機器 因為我們沒有錢 我們有的就是熱情跟力量而已 談到這個技巧是什麼 同心協力 同心協力 然後就是大家一定要互相幫助 看著對方需不需要幫忙 為了讓部落孩子 有個擋風遮雨的客服教室 劉瑞峰已經整整忙碌了一個多月 買建材 規劃施工步驟 畫設計圖一手包辦 稱得上是全能住宅建造王 包一半是很累 你覺得我累嗎 不累 其實都是熱情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們的兄弟姐妹 我們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我們希望他跟我們一樣 站在一個平等點 享受台灣的這個便利 未來參加義工團 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點燃光亮的火種 戴著墨鏡帥氣有形的 尤瑞峰說 以前做生意得賠客戶應酬 經常花錢傷身 清醒之後心裡只剩空虛 會有一句是台中金錢報 開了一瓶路易十六 二十幾萬 那一次之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錢不是這樣子花 真的是 對生活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一次我就覺得說 那種生活不要過了 我覺得我還是希望 把這個金錢跟力量 用在有用的地方 所以我就上網去找義工 然後就找到包含工 年輕人的代表 是台積電的工程師主管 七年級生張玉瑋 水稻平常我不會的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我平常也不可能 爬屋頂爬上爬下 然後鐵工的東西 我本來也都不會 然後水電 木工 其實這是一般人 也不會去碰觸的東西 因為不是我的職業 那你都是一個專長嗎 對啊 其實是有趣啦 那相對的是 內心的回饋跟富足感 我覺得比較實在的 說起話來 比童年紀的年輕人成熟誠懇 張玉瑋最大的樂趣 不是拔馬字 而是參加義工團 蓋房子 用行動證明 七年級生並不是草莓族 爸爸水災的時候 然後就休假的時候 在家看新聞 然後就看到 南部災情很嚴重 然後就看到自己 在那邊流眼淚 然後我就想說 那自己我能不能做一些什麼 我 與其我放假出去玩 不如我找些事情來做 所以我就開始上網找 然後剛好找到這個團體 如果交女朋友的話 還會來嗎 帶女朋友一起來 遇到雨神角局 空中作業更得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還好大家齊心協力 克服困難 終於完成了一間房子的出行 吃飯那個保持笑容好不好 這個菜不錯啦 看到鏡頭就自然 中午放飯時間是完全的輕鬆時刻 來做義工車票油錢要花自己 連三餐都要繳費吃自己 但每個人都說在義工團裡吃飯最有滋味 做事很認真 對啊 吃飯也很認真 對 一定要 只要找力氣做事啊 用盡全力做事 累了躺下來就可以休息 完全自發不求回報 令人敬佩的義工精神 其實已經延續了十年以上 1999年921大地震重創台灣 但也震出了台灣人人膩幾膩的同理心 大家捐錢捐物資 捐起袖子當義工 不過有時候空有熱血沒有訓練 缺乏派得上場的專長 只能在旁邊趕著急 我發覺到那些人有一點失望 也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就把那些 很想要幫忙的人集中起來 牙醫師陳世芳 是寶島義工團的創始元老 他和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 把921匯聚的義工力量做整合 有幾個有建築專業的夥伴做訓練 帶領大家投入重建工程 12年過去地震傷痕逐漸愈合 不過人聚不散熱度不減 寶島義工團轉而替弱勢家庭 和族群免費蓋房子 2544條生命 可以當作我們 帶動我們團隊持續的一個力量 我們每蓋一間房子 我們就把它當作 是一個生命的藤心在造 12年來寶島義工團 靠著聯合券目分配和報社的募集捐款 陸續蓋了300間房子 還跨出台灣到柬埔寨幫忙蓋醫院 讓台灣之愛溫暖了貧乏的國境人間 做得這麼多 老團員們卻說還不夠 因為愛要及時需求不能等 去年我們就有一段時間 因為沒有經費 那案子就停 那其中有一個案子 因為他是癌症人 那因為沒有經費沒辦法 當我們有經費要幫他做的時候 往生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遺憾的 在台北開花店的陳丁發 吳正業已經是第二次當理事長 本來憤世忌俗付出10年 發現自己比以前更富足 對家的渴望沒有人比高一貞更深刻 兩年前新竹尖石山上的住家被大火燒光 現在他從義工團給他的家出發 要把這份愛再傳遞給跟他一樣等家的人 怎麼可能 對 真的很不可思議 如果換成自己要蓋房子 可能10年 20年 我也不知道 以前說只要一個帳篷 我也甘願這樣子 但是還是有家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很心很踏實 職工第二天已經是第二個週六 進行的是外牆封板 屋內隔間和屋頂補牆 今天需要的人手更多 一共來了160人 男生當超人用 女生也要當男生用 只有會不會沒有性別之分 你們要打實力控的時候 確定上面的螺絲全部都鎖好了 手比較在鎖的時候才可以給我打 不然的話整個會踩滑 會滑跳你知道嗎 今天的大升工時事要勝 專業是做保險 第二專長也是蓋房子 工作現場比較吵 那你不講的話 你不大聲聽不到效率會變慢 這次的任務還包括了新生訓練 當然很多訣竅還是邊做邊學 像是窗戶裝反了 下次就不會再犯 歪掉了 歪掉了 這位比較低 這位比較高 理事長八哥一再要我們強調 義工團很需要心血加入 尤其是年輕人不管本行是什麼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 全能駐宅建造王 胡老師啊 這個我們孫悅翰的英文老師 我們今天很困難 今天做什麼 負責什麼 今天負責什麼 你負責什麼 負責搞破壞了 他負責鐵工 英文老師可以做鐵工 修飛機的忙得熱翻了 可以兼做猛男秀 年輕有的 修飛機誰都比習慣爬這麼高 現在你趁溫嗎 不完美的來這裡 可以將生命發揮到極致 他叫昆柏 他是一個萌芽 很優秀的 昆柏 昆柏 很優秀的 當然如果是建築專業更好 本業就是室內設計師 我在翹班 結果你們把我拍下去 你賺錢不做了 好來做沒錢的 爽不爽啊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般人 來到這裡變成了偉大的平民英雄 希望讓小朋友的未來天空 絢爛多彩 這裡的環境看起來就是很開心很快樂 所以我會想要放一個彩虹上來 感覺會更快樂一點這樣 工程進入最後一天 內部的油漆粉刷工作如火如荼 電路忙著做最後的測試 輕鋼架天花板接近完工 廁所馬桶也安裝完成 義工團募集的舊客桌椅 回收故事書和全新電腦 所有的東西各就各位 就可以交屋臨處 來 明明來 來 你們四位 代表義工團把這個鑰匙捐給 全體市長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喔 你們來幫忙蓋這間 好 謝謝你們 好 我們的同鄉 提供了這塊土地 免費把自家土地捐給小朋友使用的 地主范媽媽 看到部落孩子 終於有個像樣的客戶教室 而感動落淚 這是義工團完全無私利他的超感染力 我們是台灣族的原住民 才一來到希望朋友 沒有奢華建材 不是億萬豪宅 鐵皮屋是充滿希望的明日之家 每個人的表情對未來滿是期待 最興奮的一刻終於到來 小燕姐一次坐下來 小燕姐一次坐下來 打開門的一剎那 小朋友迫不及待衝向座位四處張望 他們將在這裡快樂學習 如同牆上的圖畫一樣充滿想像 大离棚 大禮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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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孩子們不必在大禮棚下上課 讀書生可以比雨生更清晰了 短短三天蓋了家 也建造了30年保固的學習樂園 寶島義工團下山後 會繼續興建愛和希望 希望让台湾处处有成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